日记时期出身新竹的李泽凡 在父亲的建议下 选择前往台北的国语学校就读 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 日级水彩画教师 石川青一郎 水彩画创作也就变成了李泽凡一生 追求探索的职业 相对于其他日后转入油画创作的石川学生 李泽凡的坚持更显得特殊和珍贵 这间没有筑记棉月的西贡九龙 是描绘香港新界东部的西贡区 被称为香港后花园的地区 保持了许多未开发的自然椒原 李泽凡选择描绘的景致 正好是西贡区南部的江军澳 这是一个海湾 在李泽凡特殊的多层次的色彩堆叠之中 原本平凡的湘野海岸 却显得生气勃发而色彩丰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泽凡特殊